每个婴儿都是父母的宝贝 但不是每对夫妻都这么幸运 根据临床统计 每期对夫妻就有一对受到不孕症所苦 其中两成却找不到原因 有一位36岁的林小姐 结婚三年一直没有怀孕成功 夫妻接受新衣检查也都没有问题 后来因为鼻子过敏招上中医治疗 却在三个月后成功怀孕 中医认为说我们人体的黏膜是相通的 鼻子过敏的一个状况来讲 造成的鼻黏膜不稳定 相对来讲你的子宫跟子宫病的黏膜 也不会太稳定 所以藉由调整我们黏膜的稳定了以后 其实加上针灸跟我们的熏爱草 其实可以改善它一个子宫的一个环境 中医强调整体医学补足缺陷 自然提高受孕机会 医师表示现在不孕症 很少是因为营养不良 大多数是因为压力跟免疫失调造成 尤其患有自体免疫疾病的女性 例如红白性狼疮 内风湿性关节炎等 都可能造成肩卵排斥性增高 导致不孕 免疫型的不愿来讲的话 它其实不是身体欠缺了什么 而是在于说对于外界的一个 外来物认为是一个很敏感的一个状况 比如说我们母体里面 对于我们的精子是一个排斥的一个情形 那这类型的一个治疗上面来讲 还是着重在于说 要让免疫系统去稳定 让它过敏的状况改善 不孕症已经成为文明病之一 医师建议要提升怀孕机率 在经期来的前三天跟结束的后五天 辛辣跟冰冷食物得忌口 作息正常 每周至少运动三次 比起吃补均衡饮食更为重要 想怀孕的夫妻 如果一年内未受孕 最好就医详细检查 大家喜欢的李明华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